哇!今天這個身分不同啦 心情上是不是也不同 你剛剛好像說你不緊張嗎? 對! 但事實上會緊張嗎? 因為我會一直不小心擺成那個紅地毯的pose 喔! 紅地毯都會這樣 對!平常都走習慣這樣揮手 對對對! 怎麼樣?欸!我剛說緊張! 緊不緊張啊? 我會來一點點啦! 一點點喔! 什麼大風大鬧沒見過對不對? 還是有點緊張 還是有點緊張 今天在這個地方非常非常棒 對!我剛好聽說跟大家說 為什麼那個你Rehearsal要Brain那麼久? 一般歌手可能唱一次啊 唱個兩次就走了 然後你在裡面搞了Bike多小時啊? 對!因為 你知道平常很難夠 很難像今天這樣子 所有的東西都set好 音響、麥克風什麼 全部都是好的狀態 那我就是唱歌的經驗比較少 在台上就單獨唱歌 所以我就說 哇!趁這個機會 趕快放一次我的卡 全部放一遍 讓我們試一遍吧 所以你剛剛在裡面 不只是剛剛現場要唱的歌 你唱了兩三遍 對!對! 其他的歌就是說 後面那第三打、第四打 五六七八打 都拿出來唱了 我連那個那個 不是只有風一把 你都搖擺是不是 OK!所以很享受在台上唱歌的感覺 對!我很喜歡就是 尤其是 尤其是 應要說是 很享受唱我這張專輯裡面的歌 因為我覺得 就是我真的很難形容 可是我確實很喜歡你 十年兩协 對!所以裡面很多不一樣的歌曲 也希望能夠讓大家在這個感情的路上找到一些出口 但是我剛剛說 欸 你不唱歌我還真的差點忘記你曾經是男孩團體的成員 要講快一點 人家會 你不唱歌我都差點忘記你了 沒有 我是說我真的會忘記 因為你的演員的這個印象讓大家覺得太深刻了 所以在這個12月20號 自己今天是以歌手迷到的身份 而且是自己第一張音樂專輯發片 感覺怎麼樣 開心嗎 我覺得很開心 因為坦白說之前聽到 就是人家說哇 專輯什麼籌費兩年 籌費三年 我心裡想那就是宣傳話吧 想念話怎麼可能那麼久 拍戲也不用弄那麼久啊 是不是 結果後來我們這張專輯就從第一首歌弄好 到最後一首歌殺菁 其實中間就大概兩年多了 你看看 你看看 你們不是快說話的 我才突然發現 喔原來大家專輯籌費好幾年是有可能 是真的 是有可能 因為我們這張專輯在做的時候 根據我們製作人就是李念和先生 小李子啊 對 他的說法是我們這張叫做景氣好唱片 怎麼說 就是他說沒有人像我們這樣錄的 然後我們的錄音方式就是景氣好的錄音方式 對 對不對 因為我們在想就是說 雖然對音樂本身我並不是本身我並不會 對 不是那麼擅長 對 但是因為我聽滿多音 所以我會聽很多音樂 然後李老師對這個方面他很有興趣 他一直不斷地跟我強調錄音道 雖然你不會 就是直接的彈奏樂器或者是幹嘛 但是你有想法 而且你不容易被曲線 因為你不會被一個樂器曲線 所以有很多時候他就會問我說 那你到底怎麼想 喔 所以那種你的想法 對 然後你怎麼想 我就說這個曲子選好了 我都聽起來它應該是朝向哪一個方向 對 跟製作人很麻糬 討論很久喔 對 然後我們討論非常久 討論非常久 所以平常一首歌可能這個 一天就敲三首 你們是三天敲一首 而且還慢慢來 沒有 很 三天都很難啦 像我們第一首那個出達Kiss Me那首歌 他就是一個打了樂隊那樣 其實很多現在會 就是電腦作業做人 對啊 可是我們不是 我們找了十幾個樂手來 過真價實欸 先練 哇 燒錢啊 真的那樂器很乾 就是很大 你知道那個 哇 預算破表 預算破表嗎 沒有破表 預算分數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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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給了預算分數 就是你嘛 對對對 本身就是花不完 OK 喔 本身花不完是不是 哇 你這個話一講出來 然後那個後面怪機 再開始傷腦筋啦 然後我們是先練過 然後大家都勾勒 確認了心中有一個版本 有一個感覺以後 我們再把樂器 那如果跟人是分開的 再把樂器先錄 然後再錄我的人 Vocal的部分 對 所以很嚴謹欸 非常